大家好,我是明明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八曲仙人之歌的第十九章 在自信中休息 加纳卡说 我已经以经真理之前 从内心最深处拔除了知见之刺 十九点二 法在哪儿,爱欲在哪儿 名利在哪儿 明辨真理在哪儿 二元在哪儿 不二又在哪儿 我安住在自己的荣耀中 十九点三 过去在哪儿 未来在哪儿 甚至现在又在哪儿 空间在哪儿 即使是永恒又在哪儿 我安住在自己的辉煌中 十九点四 自信或非自信在哪儿 善或恶在哪儿 焦虑或无虑在哪儿 我安住在自己的辉煌中 我安住在自己的辉煌中 十九点六 远近在哪儿 内外在哪儿 十九点八 不需要谈论生命的三种目标 没必要 没必要谈论瑜伽 连谈论智慧 都与我无关 我安息在自信中 特别的美 其实十九章特别特别的短 但是真的就是读完之后 就觉得特别的美 因为其实通过就是这一些 我们慢慢也明白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是通往就是本性的一个通道吧 然后从我自己对这些 就是可爱的灵魂和美丽的圣人的 这些话语当中 也是一样能够就是 得到特别多的平安和恩典吧 所以我也是特别感谢八曲仙人 把他这些特别特别特别 纯净的这些话语留在世间 让我们这些就是 从源头来的灵魂 都能够在他纯净的震动当中 记起自己原本来的地方 记起那份纯真的爱 记起我们原来的本性 记起我们还没有时间 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的一切 记起我们超越宇宙的本性 我其实就是想跟兄弟姐妹们 分享这些话语的想法 就是其实很简单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源自于光 然后源自于意识 然后在意识层面的话 还有特别特别特别多 值得我们就是去想起的地方 去一起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到了我们一起的时代和时间了 只要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就会一点一点的向我们展开 最终我们知道 会知道很多很多属于我们自己内心的 特别特别美好的东西 然后这份光芒自然而然 就会日渐的壮大 然后现在也是 你看这个时间点 冠状疫情 冠状那个 现在不光是疫 那个就是疫情了 还有就是现在疫苗 因为我是在法国嘛 然后法国现在还挺夸张的 现在我们就是 所有的 好像公共的设施 已经开始用这种疫苗护照了吧 所以其实就是 就还挺挺挺多的限制的那种状态 从政府的角度 他们觉得是在保护人民 但是从人民的角度就觉得说 病毒还是在不停的变异当中 我们还需要 就是用各种各样这种 就是已经不能够抵抗病毒的 就是疫苗吧 就去强行的去禁锢 禁锢人们的 就是作为一种强行的保护 真的是是福是祸 谁都不知道 大家都好像都是存着好心 但是真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我的内心 我就觉得说 我们每一天要吃的健康 然后喝好的水 然后在内心平安快乐 然后让自己内心的光芒 能够就是连接到我们的守护神 和守护天使吧 因为其实 我还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多晒太阳 我现在就是只要有太阳 我就跑到自己家阳台的那个大秋千上 躺在那儿就赶紧在那儿晒 因为真的我自己的感觉是 就是阳光里面的频率非常的高 它有很多的守护 像我的话 平时在晒太阳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在晒太阳的时候 微风吹过我的脸霞的时候 我都会很感恩 因为我知道那是天使对我的守护 然后还有阳光对我的守护 阳光晒在我们的肌肤上 以前我就很怕脸拿出去晒太阳 我现在真的是 脸上就抹一些 就是大麻籽油啊 或者是亚麻籽油啊 或者椰子油啊 这种天然的油 不用抹防晒霜 然后就直接去那个阳台上 就是对着太阳晒 然后特别是阳光晒到眼睛的时候 因为都是我晒太阳的时候 就是闭上自己的眼睛嘛 然后闭上眼睛之后 就那个阳光晒进我的眼睛 真的是暖暖的 真的我就很感恩天使 阳光天使 空气天使 风的天使 还有水的天使 你能感受到那种淡淡的湿气 就是因为那个微风带来的那种湿气吧 就是这种大自然的东西 虽然我只是在阳台上 并不是在那种野外啊 在森林里面 就那种 就是 但是接受这些自然的能量 就真的身心特别特别的平安 所以 我还是在这里一如既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平时还是要吃一些健康的 自己觉得好吃的饮食 然后多喝一些纯净的水 然后 其实阳光里面有非常多的水晶能量 包括风 风的 风之天使吧 我觉得风也是一个特别美的天使 然后还有就是 空气也是特别美的天使 因为风跟空气是一起的 就俯过你的脸颊的时候 真的特别舒服 而且我就 有的时候在阳光下面 就虽然欧洲的阳光不是很强烈 但是我没有抹防晒霜 在阳光下面晒几个小时 但皮肤还是很有光泽啊 然后内心还是很快乐啊 所以 我在这里鼓励大家 多晒太阳 然后多吹吹风 然后多感恩 这些空气水阳光的天使们给予的恩典 我们要荣耀他们给我们的 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相连的 都是彼此相爱的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爱 我也能感受到他们的祝福 然后 让我们一起就度过这个 还是相对有一些些混乱的时代吧 好吗 祝大家幸福快乐美满健康 拜拜